暑假期间 张兴国小课后照顾班的学生过得多彩多姿 校方邀请欧盟 Teammakers 自查师俱乐部的卢卡斯教练夫妻 到校指导学生踢足球 希望除了课业外 也能培养运动的好习惯 来自杰克的卢卡斯 与台籍太太赖斯敏同是足球教练 因为张兴国小的那个老师 他非常热烈的邀请 他们就是 其实他们找很多资源想要给小朋友 然后所以他们在体育场找到我们的时候 就是邀请我们来这边 想要为这些课后的小朋友 给他们多一点的 多一点的课后的帮助 不管是踢足球 还是教他们英文 或是教他们的人品的品格的养成 这样子 学生接受教练指导踢足球技巧同时 教练也利用英文与学生沟通 县议员张家哲 日前特地前往学校 为足球夏令营的学生加油打气 在这个围棋两个礼拜的足球夏令营 小朋友一定都玩得很开心 我今天来到这里 我看到他们在这个比赛的过程当中 不管是学到基本的这个踢足球的技巧 或者是用英文来跟教练沟通 我觉得这个都是对小朋友一个 很棒的一个难忘的回忆 那也要感谢我们张兴国小的校长 还有老师主任 带给小朋友这么一个难忘的 暑假的这个夏令营 那我希望这样子的活动 可以未来在我们南投继续推广 让更多小朋友可以来受到这样的训练 然后来认识足球 然后也在生活中 学习到不一样的这个文化跟观念 学生们在活动中心内 跟着教练的指导 高兴地踢着足球 也回答教练的问题 都认为学到很多 张兴国小属其课后照顾班学生 在围棋两周的足球夏令营中 不仅学到踢足球的技巧 也学习到英文基础对话 现议员张家哲 希望未来此种模式 能推广到其他各校 让学生有不一样的体验 记者 王水仙南投采访报道